哈囉大家好我是Nikki 那今天呢又到了每週BL推文的時間了 上個禮拜呢默默的呢跟大家事後請假 因為我沒有更新影片真的是非常的抱歉 但是因為我這兩週呢應該是說我這一個月以來 已經就是缺糧然後文慌非常非常久了 然後我自己呢本身如果就是持續一直沒有看到好看的小說呢 就會一直讓我的精神力這樣子就是下降 然後現在已經到了那個富的那個急劇了吧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文慌 所以如果說有什麼好看的小說拜託我一定要推薦我 因為我這一個月以來已經沒有糧食可以吃了 然後我就會非常的焦慮然後連帶我就沒什麼靈感可以拍影片給大家 所以這真的不算藉口 因為我真的是就是我覺得BL的小說對我來講真的是一個就是精神支柱吧 就是有時候很忙的時候但是還是就是在睡前還是固定會很習慣看小說 然後現在沒有小說可以看我就覺得很心慌 好所以呢就是拜託大家一人推薦一本書 就有文慌人 好那今天我的聲音呢會比較文靜一點就是比較小聲一點 比較沒有活力的感覺是因為我昨天去看了演唱會 然後我現在聲音呢就是有一點 就是喉嚨非常的痛 所以就是請大家多多盡量 那回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VL主題呢就是很喜歡但不會主動推薦的一篇文 好那我想其實大家就是可能心中都會有蠻喜歡一些文的 但是欸怎麼好像我們在推薦的時候呢就是不會主動去推薦 那有可能是這本小說呢在你心中是好看那種很舒服然後很溫柔的那種就是感覺 它不是那種什麼精彩的大片子的那種大電影的那種就是有劇情張力的那種 但是它是那種很溫暖人心然後慢慢的滲透在生活之間的那種故事情節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這本書呢就是我講的後者就是比較溫暖人心 然後在生活周遭都會發生的事情的那種劇情走向的小說 那就是這本未離大大的小情人 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封面就是長這樣 那這本書呢公叫做盧正宇然後授叫做宋天宇 這是一本年下的就是相差15歲的就是比有戀愛故事 那他們兩個一開始相遇的時候呢 因為盧正宇他染了金黃色頭髮然後帶了一整排耳環這樣子 所以就是讓任何人都覺得他是一個不良學生不良少年 那宋天潤呢他就是一個很溫溫如雅然後非常中規中矩的一個上班族 所以他們兩個呢其實有點個性相差極端 但是他們兩個在彼此認識過程中呢就是也慢慢的 了解對方是一個很好的人然後就靜而交往 但是交往並不是這個小情人的一個重點 那重點就是說這本書他很貼近生活很貼近人心的是 因為他們的年紀相差非常的大 當男人呢他想要去爬山的時候 男孩子想要打電筒 那當男人想要很累的時候想要休息的時候呢 男孩子想要滾窗單 當男人被家裡的人逼婚的時候 然後男孩完全不能理解然後完全無法同理心 那也就是在這年齡差之下呢有非常多的思考 然後無法換位的在對方的角度思考的情況下呢 其實慢慢的在交往的過程中就發現了對方非常大的一個 就是沒有辦法繼續走下去的原因 那盧湛羽其實有跟宋天瑞講過一句話就是 你曾經19歲過但我還沒有33歲我怎麼會懂你的問題呢 因為我從來沒有感受過33歲的樣子 這真的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 這個呢就是兩個人沒有辦法在對等的 就是一個甜品上面然後 好好的去體諒對方然後好好的換位思考 所以就會造成他們在交往之間呢 沒有辦法好好的就是繼續走下去 那結果中間他們就分手了 那在過了三年之後呢 兩個人又在街上相遇 那盧湛羽其實在分手之後呢 他想了非常的多 然後也是不斷的在思考自己 他為什麼當時這麼幼稚然後這麼不成熟 那盧湛羽呢也改變了自己 然後呢會懂得替宋天悅大家理好家裡的一切 然後也會就是 展現出大人的那一面 然後讓宋天悅呢 然後對他撒嬌啊 然後讓他放鬆的那種感覺 所以呢就是到最後他們兩個人呢 都懂得怎麼樣用對方喜歡的方式 然後呢去愛對方 所以我覺得呢這一本書 他出彩的地方呢是 在這個一開始相遇的過程中 兩個人其實都有一些 不對的地方 然後到了可能多年之後 兩個人都不想要再錯過彼此 然後對於對方做出了一些改變 所以呢最後可以這樣子 Happy Ending 那我覺得這一本書就是比較貼近 在我們一般生活當中的愛情故事 而且魏里達達應該是現在 還有持續的在產出文章當中的一個寫手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就是抽空去看看他的作品 不一定也會有就是跟我一樣的感受 好那今天呢推薦給大家的作品呢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也不要忘了要幫我把這部影片按個讚 然後呢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 也記得把這部影片呢傳給 分享給你所有喜歡必有的服女朋友們 那我們就一樣下個禮拜天見囉 掰掰